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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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光幕唱 愛的離想 作曲 李宗盛 makers 假如硬 的極臨 在布教 寸波 Ding 枯 comparison 作曲 ana Sports 喜歡 nel 我换完好摆放爱的假象 在登记上 全对同千斗无缘 只要像恋爱烟香 用爱经验看不上 价钱总太无缘 全人甜蜜的无缘 真相似美国都渐弱 爱存在我梦即是飞黄灭云 根本这种爱会流向 二国万人相处 是终于不挑剔 不忠采 已放肃已回来 旅行无非假装的适逝 万千城市妖异 我门运火攻破爱的关系 滑透机会 我门运火攻破爱 除非抗指都无缘 只要像恋爱烟香 用爱经验看不上 价钱总太无缘 全人甜蜜的无缘 真相似美国都渐弱 母国都渐弱 每都渐弱 我门连火不装 我们的路口 明白 把我闹连开 不装 也不信 我也不信 我门连开 其特别人 那些使务 又不信 我看不信 我畢竟致力相 管快便要一相 尋弦自奋的无人 可恶尘 战斗不太尽 但未必会封锁这个机场 当心的一套别主唱 未必会封锁说 谁唱歌的谁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我唱完呢 我也有点紧张 Hello 因为我想大家都会常常见到我唱快歌或者跳唱 慢的歌我想大家都很少听到我唱或者见到我唱 所以很感谢新城的邀请 邀请到我去到这个舞台 给大家见到我另外一面的自己 而且很感谢今次的音乐总监阿道 很感谢他选择下来的这几首歌给我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且感情又要非常之 非常之入 所以 除了我唱歌之外 当然要邀请两个哥哥和姐姐 就是Hubert 和Cloud 有请 是 是 哥哥来了 哈啰 哈啰 喂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好啊 首先呢 我有几个问题是想问Yumi的 是 第一就是为什么你不穿校服上来呢 为什么我不穿校服上来 刚才我们彩排完之后 我们现在在下面 我们的男士在讨论 我们都觉得 这个穿着校服的一个歌手在台上唱歌 这个眼球的冲击实在太厉害了 哈啰 你有没有考虑下次 其实挺好可以省回Styles的钱 对吗 穿着校服 对吗 一放学就过来开场 是不是很好 嗯 最重要是可以满足到我们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彩排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到Yumi 那套校服是很漂亮的 我想应该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校服 没错 这个时候我们 哈啰 是的 第二个问题 对 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Yumi 如果想见的就给点掌声 哇 可能在她的IG会看到 是的 大声 好 第二个问题 现在中学是被染发的吗 死了 你知不知道我刚刚 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呢 不是 你知不知道我刚刚呢 刚刚我家人跟我说 收到学校的电话 为什么我的头发会这么浅色 哦 你知不知道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家学校不给的嘛 就是我家学校是很严的 我家也不给的 还有其实她 其实她 其实那个老师呢 唉 偷偷地和大家说 如果我老师看到我这样说 我真的对不起她 拍些手机 拿出来拍些手机 其实呢 我已经 她已经捉了我很多很多次了 那个头 但是呢 我有染发黑的 我有听她说 因为我都知道 都要跟上学校的规矩 那我都尽量染上 但是我又想保持着 啡色这个头发 因为我觉得很相配 所以 大家觉得啡色这个头发 相不相配我 相配 所以最后没有染上黑的 有染心 哦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然后我的说法就是 这个是游泳 游泳当然可以头发掉 你带着 我可以用 我可以下次用 一定是相信的 好的 好 我纯粹满足我自己 一些私人的问题而已 好的 你们两位女士继续交流 刚才你彩排的时候 好听话 对 突然间有点紧张 突然间 那么多人看了我们聊天 好像很紧张 最紧张应该是我 对吗 首先 这个就是带我17年 让我数一下 我带她17年 对不起 你带我 很错 15年 刚才她在后台 我问她 Lubia 你是不是16岁了 嗯嗯 17 14 15 哎 我说不止 哎呀 我们不如录回去吧 14加 你说我大多少 17 不是15 32 我32 是啊 可以计算 谢谢 32 OK的 OK的 不像吗 不像 我觉得我像32 给你掌声 我好像有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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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下来是唱什么歌 那不如你再说吧 好吧 我们今天来的这首歌 其实是Hubert的很重要的一首歌 那是什么歌 其实不能翻唱别人的 也是很重要的 这首歌叫做《明子顾法》 第一次和两位女生一起 所以我们希望你收到这个版本 谢谢